印刷他的新的思想 这些思想是他在海外的时候 他吸收到那些明治 包括他读到日本人转译的各种西方的著作 他把这些著作扮抄袭 扮重新创造的 在横滨办他的亲密报 新名重报 写他的各种小册子 他又可以重新运回到 从横滨运回到上 上转转发到中国的各个城市 他变成一个新的network 所有年轻会读到这些作品 主要是他对中国的批评也好 或者他思考也好 这是怎么样的状况 而他也不仅是这么一个 思想者或者设作人 他也是一个行动者 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